金门县议会2日进行金酒公司的专案报告 议员杨永利自备一张 请不要再伤害金酒撕裂金酒海报张贴在背询席上 并为了挺金酒在场内速度咆哮 认为议会不该沦位打手 不过议长红云点会后回应 议会上要说实话 金酒员工人数膨胀到2.3倍 许多人都是酬庸 不希望未来会因为某些人的政治 需求把金酒这只金鸡母捏死 那金门人会恨他一辈子 他这只能做什么 完后把这只能做什么 这只能做什么 那只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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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客人的酒吗 我们以为是 他是客人的酒吗 我们以为是 我有想要清楚啊 不要伤害金酒撕裂金酒 那你以为跟人家兴奉作 那大 currents 锁起 男人你不愣 男人应该捆备 对 act 法 还不想要那输图啊 没有 这个啦 他是好笑 他不是客人 输入酒 好笑 不是 互相 我是 你這幾天還沒有嗎? 我真的把他拼不住議會 拼不住 你不要把他拼不住 你不要把他拼不住 媽啊 你不要把他拼不住 你不要說嘛 議會我們是平安心的 你是我來補還的檢視的 你現在不是補還嗎? 你不在外面有什麼兩樣? 你不在外面有什麼兩樣? 你不在說紅紅色有什麼兩樣? 你不要去啦 那整天都很忙啊 你不要跟他拼不住 那他拼不住 他拼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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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住 你要誤導 你不住 要住在國無所來誤導 你不住 沒有一個誤導 看誤導我沒怎麼說 但大家說出來也不太平視 二日县议会进行金酒公司报告 金门县议员杨永利自制一张大海报 上面写着选举是一时 金酒永续经营才是全民之福 请不要再伤害金酒撕裂金酒贴在备巡席上 并针对外界质疑金门董阳宗亲会利用特权向金酒公司买酒的风波 澄清说根本没有VIP仪式 董阳宗亲会的酒就是跟经销商买的 怎么会衍生这么多事 金酒公司也强调 强调选举是一时的 金酒从来没有分任何派别和色彩 我们董阳宗亲会这次肯金大会 根本就没有VIP这个事情 他本来就是跟总经商买的 又不是跟金牛买的 为什么会衍生这么多事情出来 我就觉得说真的对金酒有一个很大的伤害 我代表金酒公司 其实非常感谢杨议员还有所有的议员 减少这个百分之二十五的这个员工 但是他都没有做到 然后反而呢 这个这个仇佣的一大堆 像好比说黄之刚啊 厦门公司 还有一个叫什么的 叫董什么 董大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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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很明显对这个所用的嘛 这个 东北有时候按照说按照这个正常的程序啊 到公司来上班 所以用这些人啊 对这个一个经营者啊 像好比说我们 政务总来讲 他本身啊 在这个理念上啊 做还不错 但是呢 再来做 弄了两个大半小时在那里啊 真的是会把厦门公司搞垮 如果这样做的话 倒不如把厦门公司啊 收起来 不要做了 把它停下掉 那这个总公司呢 我们应该是要 要这个好好来这个整顿 你不整顿 再这样子下去 这个总公司啊 这个 至少要 要落后 落后以后这个宪佣就不好 宪佣不好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像过去 走出去有风啊 我们基本上很有钱啊 对不对 那那时候就变成穷完蛋 不太好 所以这个金酒公司呢 不但是我们很多福利政策 都要靠金酒公司来扶持 这个我们地方有很多这个建设 还有这个我们整个行政喜替 都是需要这个金酒 这个赚的钱来做补助 所以我们希望金酒公司 他们能够审施啊 好好来营运 正常如果以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以我们目前的营业额啦 正常来讲的话 应该员工不应该超过七十个人 但是我们现在是一百六十 六十几 六十八还六十几 六十七个人 那实在是膨胀的太过于膨胀 我记得杨教人刚来接任总经理的时候 他说他一个一件事情交代下去 结果没有人做 三个三个经理推来推去 那那是你的事 那那是他的事 跟他没关系 跟他们三个都没关系 变成有事没有人做了 所以这个这个酒厂啊 今天这个我们金门啊 那么多前辈啊 为我们酒厂啊 这样来打拼啊 很不容易把这个酒厂啊 建造起来 尤其我们陈子在县长啊 在他任务啊 他这个建的新厂 对我们金门啊 照顾了很多这个 为乡亲啊 这个增加了很多这个利益啊 所以我们不希望啊 把这些这个金鸡母啊 把它捏死啊 这个不好 这个是非常缺德的啊 他们只为了这个 他们的需求 跟他们的需要 还有他们的政治途径 把这个酒 把这些金鸡母啊 捏死啊 我们金门啊 会很难一辈子 闭长红云点会后表示 金酒是金门最重要的命脉 一定要把关 杨振武上台时 说要减少25%员工 但没做到 反而酬庸的一大堆 记得杨家仁刚接任总经理时 他说一件事情交代出去 三个经理推来推去 有事没人做 金酒是前辈打拼出的 不希望未来会因为某些人的政治 需求 把金鸡母捏死 那金门人会恨他一辈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